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分享一款简单好钩,很鲜很洋气的这一款帽子 彩虹还是选用的1.0的雪沙四代线 然后帽深的钩法是短针的钩法 帽盐钩的是扇形花,是长针的钩法 帽子非常的轻盈,透气性也比较好 帽子钩好之后,需要把这个帽盐拉一下,把这个花形给它拉开会更漂亮 随意折叠,随意拉扯都不会变形 好,下面就开始去勾制吧 用到了工具和材料以后,还是4.0的勾针 然后打火机,两个结合扣 1.0的四代线 找出线头,还是用火机把这个线头给它烧一下 然后还是左手绕线 在手指上绕一圈,然后勾针,勾过线圈,勾出一针 然后再勾出一个锁针 好,锁针勾好之后,在这个线圈里面 勾出10个短针 一个 第一针勾好之后,还是用机号扣 把它扣起来做个机号 然后继续往下勾,记着这个线圈里面是勾出10个短针 好,第一圈的10个短针已经切好 然后去掉机号扣,继续勾至下一圈 在机号扣的第一针的这个位置,给它勾出两个短针 好,一个 第一针勾好之后,继续扣上机号扣 然后还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给它勾出一个短针 第二圈的加量规律,也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都给它勾出两个短针 第二圈勾好之后,是20个短针 好,大家去把第二圈的每一个针目都加针的20个短针就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第三圈是不加不减 第二圈的每一个针目都加针,加好之后是20个短针 然后第三圈是不加不减,已经勾好 然后取下机号扣,开始勾至第四圈 好,第四圈是隔一加一,也就是第一个针目勾出一个短针 好,勾好之后,扣上机号扣 然后在第二个针目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好,第一组完成,然后第三个针目勾出一个短针 好,下一个针目勾出两个短针 第四圈的加针规律也就是隔一加一 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 好,这一圈勾好之后是30个短针 然后第四圈勾好之后,第五圈还是不加不减 大家去把第四圈的隔一加一和第五圈的不加不减去给它完成 第四圈的隔一加一和第五圈的不加不减已经完成 去下几号扣开始勾至第六圈和第七圈 第六圈的加针规律是隔二加一 也就是勾出两个短针 先勾出一个,扣上几号扣 加针的时候还是用拆针的加针法 也就是双束的时候把它拆开加针 要不然这个帽钉勾出来不远 第六圈的加针规律是隔二加一 就是先勾出一个短针,然后在第二针的位置勾出两个短针 好,第一组是拆开加针 然后第二组都正常勾,也就是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两个,然后在第三个针目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两个,后面的每一组都是正常勾 勾出两个短针,然后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两个 过面的加针如果锐到双束的时候,大家都把第一组给它拆开去加针 然后第六圈后面的隔二加一和第七圈的不加不减 大家去把它给它完成 第六圈的隔二加一和第七圈的不加不减已经完成 取下几号扣,开始勾至第八圈 第八圈是隔三加一 第一个短针勾好之后 继续扣上几号扣 然后第二个短针 好,第三个短针 好,在第四个短针的针目里面勾出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针 两针 好,第一组完成 然后继续勾出三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三个短针勾好之后 还是在第四个针目里面勾出一个短针的加针 好,第八圈后面的部分就按这样的勾法 隔三加一就是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去把这一圈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第九圈还是不加不减 大家去把这两圈后面的部分去给它完成 第八圈的隔三加一和第九圈的不加不减已经完成 取下几号扣,开始勾至下一圈 第十圈是隔四加一 第一组还是拆针加针法 第一个短针勾好之后继续扣上几号扣 然后再勾出一个短针 接着到双手加针的时候 第一组都给它拆开加针 第三针的位置给它勾出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针目勾出两个短针 好,然后第二组都正常勾 勾出四个短针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好,在第五针的针目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两个 好,第十圈后面的隔四加一和第十一圈的不加不减 大家去给它完成 第十圈的隔四加一和第十一圈的不加不减也已经完成 然后去下几号扣,开始勾至第十二圈 十二圈是隔五加一 勾出一个短针 继续扣上几号扣 然后继续往下勾 再勾出四个短针 二,三,四,五 好,五个短针勾好之后在第六针的位置勾出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针目勾出两个短针 好,一组完成 好,大家去把第十二圈后面的隔五加一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第十三圈还是不加不减 大家去把这两圈给它完成 记得十二圈是隔五加一 十三圈是不加不减 好,第十二圈的隔五加一和第十三圈的不加不减已经完成 然后去下几号扣,开始勾至第十四圈 十四圈是隔六加一 第一针 还是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继续扣上几号扣 然后双数需要拆开加针 先勾出三个短针 第一个已经完成 然后勾出第二个短针 好,第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勾好之后 在第四针的这个针目里面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好,两个 好,第一组完成之后 后面的每一组都是正常的 隔六加一 要就是勾出六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好,六个完成之后 我在第七针的位置给它勾出 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好,第十四圈后面的部分就按这样的规律 去把后面就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第十五圈还是不加不减 好,大家去把第十四圈和十五圈去给它完成 好,第十四圈的隔六加一和第十五圈的不加不减已经完成 去下几号扣开始勾第十六圈 第十六圈的加针 也就是冒顶了最后一圈加针 这一圈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头位来加针 加针是在84到90针之间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头位把这一圈去给它加好 我这一圈是要加到84针 然后勾针绕线 空过一个针目 在第二个针目入针勾出一个长针 长针勾好之后,勾针继续绕线 再倒回上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一个交叉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空过一个针目 这个针目是勾过的 然后空过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出一个长针 勾针绕线 再倒回上一个针目里面勾出一个长针 第二组的交叉长针完成 然后勾针绕线 再空过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入针勾出一个长针 勾针绕线 再倒回到上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出一个长针 三组交叉长针完成 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去把后面这一圈的交叉长针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 再勾出四圈的不加不减的短针部分 一圈的交叉短针勾好之后 我又勾了三圈的不加不减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头一看 勾三圈或者四圈或者五圈 都可以 勾针绕线 开始勾毛眼的部分 空过一个针目 在第二个针目里面 勾出三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接着是三个长针 然后 空过一个针目 下个针目入针 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绕线 再空过一个针目 勾三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空过一个针目 下个针目 勾出一个短针 好 两组完成 好 大家去把 毛眼第一圈后面的部分 去给它完成 空过一个针目 下一个针目 勾出三个长针 然后空过一个针目 下一个勾出一个短针 这样一直循环去把这一圈去给它完成 好 毛眼第一圈已经勾好 下面勾毛眼第二圈 在三个长针中间的位置 先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绕线 在短针的这个针目里面勾出四个长针 四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三针中间 这个地方勾短针 然后勾针绕线 然后勾针绕线 短针这个针目里面勾出四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三个长针中间的位置勾短针 好 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到了街头这个地方 没有引发针 直接在长针中间的位置给它勾短针 好 这是毛眼的第二圈 也就是短针的位置勾出了四个长针 然后长针中间的位置勾出了短针 这个四个长针 给它勾出三圈 也就是第二圈第三圈和第四圈 都是这样的勾法 大家去把这三圈去给它完成 好 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的 四个长针已经勾好 好 然后开始勾第五圈 还是在四个长针中间的这个位置先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在短针的位置勾出五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五个长针勾好之后 在上一圈四个长针上方中间的位置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在短针的这个针目里面勾出五个短针 好 加针已经加到了五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冒眼第五圈后面的部分都是这样的勾法 这个短针的这个地方 加针加到了五针 五个 一二三四五 好 然后第五圈勾好之后 第六圈还是一样的勾法 也就是冒眼的第五圈和第六圈 加针加到了五个长针 一样的勾法 对方给它加针加到六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 一个滑板完成 好 然后在上一圈长针中间的位置勾出一个短针 好 然后冒眼第七圈后面的部分 就按这样的勾法加针 加到六个长针 好 去把冒眼第七圈后面的部分去给它完成 好 完成之后冒眼第八圈 还是一样的勾法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长针的地方还是六个长针 好 大家去把冒眼第七圈和第八圈 去给它完成 好 冒眼第七圈和第八圈的六个长针也已经勾好 勾好之后这个整个帽子部分都已经完成 大家如果喜欢大冒眼的话 也可以再向下继续去勾 加到七针都可以 好 下面去做冒花的部分 找到一个缝一针 然后穿一些线 然后把这个丝带头给它烧一下 把丝带给它挂在这个针上面 就是来回的这样 把这个丝带都给它挂在针上面 想要花比较大的 你把这个丝带给它拉长一点 想要花比较小的 你把这个丝带给它拉短一点 这个是灵活运用 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 来回的就是这样 给它挂在这个针上面 就是找空隙给它填起来 就是收花心的时候 越做这个线圈 就是越拉越短 越拉越短 慢慢的把这个花心给它收小一点 大家自行去把这个花朵给它完成 好 大家看一下 花朵绕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非常漂亮 很有层次 然后把这个针给它缝过来 然后针在这个花心位置 来回给它缝几针 防止脱落 好 缝好之后 咱们去做这个帽绳的部分 绕六根大概一米到这个丝带线 然后两个一组 两个一组 下面咱们去编这个辫子 勾出一截 在这里用这个针把它固定一下 然后两根一组 两根一组 像编头发一样 把这个 把这个丝带给它编成小辫子 像编头发一样 把这六根丝带给它编成这样一根 长辫子 然后到后边 给它留出一截丝带 先把这个尾部给它打一个截 好 然后把这个带子 穿在交叉长针这个洞洞里面 随意的像这样 给它空出这个交叉长针 好 把这个帽绳穿在这个帽绳上面 好 把这个帽绳给它穿好之后 一定要在头上给它释带一下 好 防止拉得太紧 然后去下几号扣 绑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想要这里的丝带多一点的话 可以再专门做出了 几根这样的这个丝带 用绳子给它固定好 然后把它缝在这个位置 好 这个丝带给它固定好之后 把这个花朵给它缝在尖口的这个地方 好 来回到给它缝几枕 把这个花给它固定好 好 花朵缝好之后 把下面这个丝带去给它打理一下 把这个双刀给它 用剪刀给它剪开 然后我太长的部分 给它修剪掉 好 修剪完之后 用火机把这个丝带头给它烧一下 每一个都要烧 防止抽丝 好 丝带打理好之后 整个帽子已经完成 很鲜的一款帽子 如果大家喜欢 赶快给自己勾一顶 非常的轻硬透气 这款帽子 非常的漂亮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加评论 好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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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